國際教育,因為一個城市要國際化 你自己的教育成這樣國際化 所以我們在這個學年度,在台北市的預算裡面 我們是破了一億,要鼓募學生跟老師出國 大概預計可以超過一萬名以上的學生,可以獲得這個鼓募 那除了鼓勵學生出去以後外移 我們也非常鼓勵我們的學校跟國外的學校、姐妹校 像我在昨天,鳳凰城市的高中 就來我們台北市跟我們這裡面七個高中的議員和姐妹校 我們非常歡迎我們的學生到國外去看 也非常歡迎他們的學生來 包括我們現在還在辦日本高中畢業生來台灣畢業理學 順便跟我們學校,大概23個學校也建議姐妹校的過程 我倒覺得是這樣,如果我們口號,台灣走出去,世界走進來,讓世界看見台灣 那除了這些交流以外,現在國際教育 像今天我們的中正高中,就是跟美國畢節的姐妹校 那當然是也要花一點時間去美國看一看 那畢業的時候就可以拿兩張文憑,高中文憑 台灣的一張,美國的一張 就是叫雙年學子 那另外沒有三個高中開始跟英國北方的那種大學 就是說你在這裡課程是 這個文憑是可以被英國北方的那幾所大學聯盟認可的 那另外一個是在辦這個叫IB,IB就是美國學校的任務 因為一般我們在台灣有時候讀到高中 沒有辦法直接接軌美國的大學 所以我們現在說我們就去做IB課程 你在台灣讀的課程,將來要去申請美國學校 他是被認可的 這個叫IB課程 那剛才那個IY是中國北方的大學 所以我們也透過這一種合作,你知道 那台北市要成為一個國際城市 我們就讓我們的教育先國際化 所以我們在做的努力 那也非常謝謝我們教育局 在這兩三年來真的很努力 不管松宇教學 那昨天局長說我們大概今年松宇 松宇的學校還在增加至少五個 在今年十年度 所以我們從兩個變六個再變十一個 這預計 那當然我們看看 因為事實上我們最大的困難還是 失資的平潔 如果失資的平潔可以課的話 那 松宇學校速度還可以再加快 所以不管從松宇教育、國際教育 這也是讓我們整個台北要成為一個國際城市的努力之一 好,謝謝大家